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鑫镇公首度》 我是Marco和大家继续跟进最新的视频 坦白说 我今天来说 我自己都比较忙 看的视频的时间基本上没有什么 但是来说市场基本上如果有跟进我来说 就根据我自己的走势来走 因为其实市清到蓝色50天平安线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预早了整个礼拜 已经和大家说去布置这一下鸡仓 去到50天平安线 即使星期一我再和大家说 基本上怎么都一定可以做鸡仓 我自己都有做到的 那就望看跌下去 今天市场恒生指数就跌了500多点 期指也是跌了500多点 最主要来说就是担心 疫情有进一步惡化的事情 香港就说担心变种疫情 外围来说就是 就是看到疫情开始有些少少有些抗散的迹象 借着这个消息来拖市下跌 这个是借口的 实际上来说就是我自己一早已经看到市 有些少少是不太升得上的感觉 所以来说就是看探市 那你事后来说 你看回市场就比较搞笑的 因为你如果有印象 就是说 之前三月二十多号 那时来说 市场上的人还说 这幅图不是我想画的 我画给你们看 其他人怎么画 那时三月中三月底 那些人说什么呢 那些人主流大部分 外面的分析都在说什么呢 头肩底 向下跌穿颈线 看探 当最多人说跌穿颈线 那时市场就急弹 在右手边的红色框框 你会看到 就弹了大约1500至2000点 如果你有印象 那时我就预早跟大家说 那期来说三月二十多号 三月二十多号 那时科技指数创新低 是要骂的 见底要买货 那接着市场就弹了 弹完上去 近期来说 不知道哪些人之前说 头肩顶 近期来说 到1500点平均市的时候 多了一些说法 就是之前说头肩顶那些 输了 他没有跟你说的 他没有跟你说的 转态说 咦 似乎是头肩底 就是现在这条线 接着这几天多了 很多人说这件事 接着市场又插 真的很搞笑 所以我经常都说 你这个基本功 尤其是技术 就是你要分基本分析 和技术分析两大派 严格来说 还有派的 是财技派 那我少点说 那技术派方面来说 是帮助你把握一些 短线一点的出入市位 基本分析 是把握一些 中线一点的 大洞的市场 的形势是如何 但是技术分析 如果你还拿着 这些头肩顶 头肩底 这些是说 很old school 几十年前的分析技术 来说 应用在今时今日 这个市况 你应该是 有时间输费的 我这件事我就强调很多次了 所以我从来都不信这些东西 我相反来说 我是比较 相信我自己 研究的分析方法 和市场 对于消息新闻的反应如何 那现在 最新的一个示范来说 首先 我估计最多人看的是 市场 究竟会不会有 一种向下跌的空间 去recap大家 如果大家有印象 之前 那些人在向头肩顶 向下 继续向下 穿底 那时来说 我当时不是说 跌科技指数 创新低 开始可以撩 那时市场开始夹 那时 其实我在 预早就觉得 市会跌 3月25日跌到 27,500 这些位置 预早已经和大家说定 那时 旺国英港数 已经和大家说了 那时候 我expect 穿到大约27,500 那些市场 然后 我expect 市场 有条件 在上半年 挑战31,100 那 但是来说 最近来说 大家都知道 我转了态 就是说 要先加多一些条件 我再观察 一个情况 就是说 要看会不会短时间 有能力 收市 收市价计 阳足 还要是 升川条 五十天明昏线 起码 要先符合到这个条件 你弄上 我会看多一点点 但是 at least 要是这个因素 才可以有能力 在上半年 即6月未之前 升到311,100 否则 那时 是额额负的 亦都我见到市 不是开始见到力 所以 我在五十天明昏线 那时 就不断叫大家做淡 大家清楚的情况 我亦都跟大家说 如果 在不可以收市的 升得上五十天明昏线 楼上 那时 不得止 向上 即 升到311,100 这个目标 我可能 我会修改 相反来说 我会比较看淡 那些大市 你是见到 你真是 最近这几天 是多了 看好股市 还有 我见到 市 在五十天明昏线楼上 出现一个假突破 你见到 是由头到尾 没有收市的 升到五十天明昏线楼上 我最喜欢这种形态 它是向上 略为升一升 五十天明昏线 再挖到楼下 收市的 收到五十天明昏线楼上 还要向上 假突破 四周星期三个高位 我是很喜欢这种形态 这种形态 骗不少人 你也都见到 即使是一些比较专业的分析员 近几天 多了些人 看得偏好的市 所以市 你从阴谋轮来说 骗了你这些人 才有个市场 你说 担心疫情 这些东西 我觉得 是 借着一些消息 去杀市 下去 但是 新闻 当然 告诉你 他都要找东西 说 没什么特别 你胆的消息 就拿疫情来说 但是 现在去到最新的形态 暂时 既然 我一早跟大家说 要在上个星期之内 要收市的 升川园五十天明昏线 做不到 今个星期 还要略为 升川园五十天明昏线 落下 那市相对上来说 就淡一点 淡一点 淡一点 但是淡一点来说 今天市先跌了五百多点来说 现在这个位置 去追势做淡 就真的直播率不高 那你基本上 你看几个位置 首先 你暂时还是 当着市是一个 反复增持架局 反复增持架局来说 其次来说 就当市是大约在两万八千二 到两万九千三 大约在千一点左右 这个区间培回 可以吗 你暂时当着市是这个区间培回 那就是我这幅图 右手边画 那个紫色的两个战章 右手边 那你如果市在这个区间培回 其实 今天的市 再多了五百多点的情况 大家来说 它又是这个 上落市的区间下半部分 在这一刻 你再追随向后做淡 就绝对性地 不直播的 可以吗 先搞清楚 中线小小的小 我就觉得是偏淡的 但是偏淡得来 你都要找一个 因为你要想 明白一件事 就是说 没有人绝对对 就算我都会错的 所以你灵上 你要找一个 比较好小小的入市位 短线来说 偏向 是一个上落市的架局 你做淡的 你都不要在一个 上落市偏低的区间 向下追突破 做淡 你再等到市 再回上少少 才找到做淡 就会比较理想 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说 就是说 要在五十天线 那么上下的位置 即是两万九千二 那么上下的位置 我说得很明确 那时候还可以 就叫大家做淡 就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现在 如果miss了这些测 先等一会 你要不就等到市 向上 先上升 多一点 否则来说 你就要等到正常 向下 追穿四十二日 即是一个低于两万八千 二 才再想到机会 会不会再去追税 做淡 行不行 那即是你问我 我自己来说 在两万九千二 那时候 早就跟大家说 如果期权的世界 就做价值月 爆炸力最强的 已经是说明了 价格六百点 平均期权 就倒价了 那一转就平仓了 平仓了 那现在呢 就等待机会 再开一些新仓 还有今天 我自己来说 有买多一点点的 但是那些点 是因为之前是真的赢 因为今天插了 贏钱 那 在套大部分的力 接着拿极少的 那时候 完全是生不肉痛的 博下去 买超价外的 才就输 他再难上 就再找他再开探 类似是这样的心态 但是你 告诉我 喂 你叫你之前 去到三月底的时候 叫你去骂 你又说没有骂 接着现在升到五十天平 那时候 叫你做淡 你又说没有做淡 那你今天呢 你去到现在这些位 在华雅区中间 偏下这些位置 你就真的不要再追 因为你要明白 就是说 通常你贏钱的情况下 你个人可以偏向进赛一些 但是 这个情况下 你连第一注 都没赢到钱 就算是 找一个比较好一些的机会 会比较好一些 知道吗 那暂时来说 首先 如果市 要是改变这个 叫做中线 比较偏淡一些的形势 我自己觉得 起码要等它升穿了 3月18日星期四 顶位大约 大约 大约 大概 大约 2万9,60m 那样 起码要升穿了这个位置 才可以转到 就是 拙略为 会看会不会有机会的事情 转回好 不是五十天平均线 现在五十天平均线 所以我自己覺得已經不是一個位置 下一個位置要看的就看29,600 就算是這個位置 暫時來說 我是未確認向上升遷29,600 只是會想一個事情就是穩威去做淡 很明確 穩威去做淡來說 第一個位置 有機會的 再升上去大約29,000點樓上 可以再做過 這是第一個位置 之前你29,200那麼上去 你錯了就算了 你看看會不會再有機會彈上去 第二個位置就是等它先對穿28,200 即是4月12日星期一的低位 那時候再考慮 我今天就打完一句 我真的沒什麼看過的事 沒有選過那些窩囊紅色給大家作為參考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做trade來說就比較理想一點 就是剛才所說 彈上去大約29,000點樓上 你就找一些收回價在500點左右 去搏去做一個中線去做淡的策略 這樣去做 如果一個市向下 對穿了28,223點 期間來計算 4月12日星期一的低位 那時候再買紅證去駁市去做淡的行不行呢 行 但是因為你在這樣的情況下來說 坦白說如果要對穿4月12日星期一的低位 再進一步去判斷的時候 會不會再做淡呢 我要再看多一點點東西的 不然就這樣 我一跌穿4月12日星期一 就立刻衝進去做淡的 但是如果你在紅證的世界 你在那時候衝進去做淡呢 唯有另外一個做法就是買一些勁貼的 當自動指示 向下跌穿了4月12日星期一的低位 跌穿了那天前二十分鐘的低位 其實就是這樣 接著你就買紅證 但是買一些勁貼的 當自動指示 算了 這樣駁下去就會比較好一點 行不行 那時候一回上去打那把 有得去打那把 你是用了這樣的心態 因為那時候你錯了第一站 在五十天線沽下來 你錯了就錯了 我會這樣想 行不行 暫時來說我講得很清楚 總之一天的市場未升得穿 未收市價升得穿 29,600樓上 暫時來說 我只會去找一個比較理想的位置去做淡 行不行 講得很明確的 那最主要分析就跟大家講這麼多 另外跟大家講一講 就這個星期五 我和CME 就是美國交易所那邊有個節目 資訊所那裡 他們又會跟大家去分析美國 這個指數最新的形勢 那時候我會跟他們合作做個節目 亦都因為這樣 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的 那個節目 星期五就暫時 今個星期五就會停一停的了 相反就會變成做美國交易所的節目 那個節目就在今個星期五 即是二十三號 五點三左右 大約 五點三左右 就會開始的 有興趣可以收睇的了 OK 換句話說 我單人的節目 就要等到下個星期一 二十六號才退 大家進一步去做分析的了 OK 那今天跟大家講就這麼多 下個星期一就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的支持 再見 拜拜 拜拜